和格兰特的命令 三千五百名英军步兵和骑兵 开始有条不紊的焚烧圆明园 这是圆明园中最大的一座宫殿 其中悬挂着大清九位皇帝的巨幅画像 当焚烧开始的时候 三百多名太监和宫女繁锁大门 希望在这里逃过一劫 然而灾难已经来临 曾经缔造了大清盛世的康熙 雍正和乾隆再也无法保护他们 三百多人最终被火火烧死 他们绝望的口喊淹没在隆隆的火焰身中 放火的英国士兵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这些独一无二的艺术真品 足以表彰往日的风格和辉煌 将来再也不会被世人看到 目睹伟大的离宫被毁 我不禁黯然伤心 感觉到这确实是一种不文明的行为 懊悔 不应该用这样严厉的出发 使他们都化为灰烬 从今以后 这些一个多世纪以来 为无数人向往的宫殿 将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 大火燃烧了整整三天三夜 包括圆明远在内 五座皇家园林都化为无尽 十月十九日 我们从这里离开 身后只留下了一片空旷的土地 到处都是无法形容的瓦砾和焦土 黑色的烟雾遮天蔽日 就像圆明远不散的阴魂 1860年11月1日 在大清帝国屈辱地 签订了北京条约之后 英法联军撤离北京 条约主要包括 割让广东九龙斯地方义区给英国 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和损失 共一千六百万两百银 1861年 法国作家余果在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在地球上报个地方 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 它的名字叫圆明远 它汇集了一个民族 几乎是超人类的想象力 所创作的全部成果 这是一个震撼人心的 尚不为人熟知的杰作 就像在黄昏中 从欧洲文明的地平线上 看到的亚洲文明的牵引 你可以去想象一个你无法用语言描绘的仙境般的建筑 那就是圆明远 那里不仅有艺术真品 而且还有数不胜数的金银财报 这个奇迹现已不复存在 一天 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远 两个胜利者一起彻底毁灭了圆明远 我们所有教堂的所有真品加起来 也抵不上这座神奇无比光彩夺目的东方博物馆 多么伟大的功绩 多么丰硕的意外横财 在历史面前 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 1861年 咸丰皇帝在避暑山庄离开人世 他再也没有踏进北京一步 1863年 一个英国贵族在印度死去 他就是俄尔金爵士 1900年 八国联军侵入中国 残破的圆明远在战乱中遭到彻底的毁灭 1911年 在圆明远毁灭之后半个世纪 大清帝国灭亡 这是现存于中国的几件青铜雕像 他们曾经安放于意大利人朗士宁独造的欧式花园 今天 在大英博物馆 巴黎图书馆 丰丹白鹿博物馆 以及纽约艺术博物院 人们可以看到一小部分 来自圆明远的本物 但是绝大多数曾经属于圆明远的本物 仍然下落不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